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香港早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4月24日星期日早晨时间 今节有我许晨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部沙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昨天就是首阶段 放宽多项社交距离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 看到很多网友发给我们的照片 看到四周都人头涌涌 例如铜锣湾 旺角这些 终于过一句说话 比旺角更旺 这个画面再次重现 可能你会说 之前也多的 虽然说是疫情 但是我们现在说回 放宽之后 其实市民有信心出来消费 或者是什么都好 因为之前就说的 什么很多人失业 因为现在大家看到的失业率 就去到5% 即是去到188,000人左右 餐饮和零售业界就是重灾区 如果大家看到现在的情况 市民都愿意出来消费的话 我想慢慢慢慢可以叫做修复失地 市场自然会调节 当然要给它一点点时间 不会逢 正常的意思是有人是失业 不过也有人在第五波疫情里 都捱得过 再者大家收到1万元电子消费券的第一笔 可能有些都未花光 或者可能有5,000元顶一顶之后 便会有些多余的钱 出来消费 或者出来逛逛 食肆方面都是继续 相当爆肠 另一项 本来这个行业之前都起起炮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行业 就是戏园 有一家大小 约为35G多都有去看戏 有戏图估 是说 飲食場的門檻較高 怕影響到市民未打齊三劑 所以就不來看 限這限那樣 預期都不是那麼多人來的 再加上當期 又未必說有那麼多好的電影 另一回事就不是這麼看 當你很久都不能夠入戲院 你就忽然間就會覺得很珍貴和很特別 這些就叫做物以罕為貴 當我告訴你不能夠去的時候 失去了一段時間 又回來了 零食變得輕香 就去試一下 我看到一些朋友更誇張 看他昨天已經去了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酒店 我看不出是哪一間 叫做港女下午茶 看造型和賣相相當高級 一家三代的女士們都去了吃這間 酒店的下午茶 合起來有五個人 無奈地要分開兩張桌子 兩個小孩的妹妹就坐一張 而大人呢 就是我的朋友和她的妹妹 再和她的媽媽 又說 媽媽都叫港女 不要緊啦 沒什麼所謂啦 年紀可以超越 究竟是不是叫港女這件事 她都想嘗試一下這個叫港女下午茶 見所有的餅食和所有的招呼 陳設 餐具 都相當之有class 難怪要預早去預約 很厲害 即使她都很有信心 放寬了社交距離或者其他不同的措施之後呢 是能夠吃得到的 當然啦 如果到時 不可以的就取消 說真的 這個戲院方面 都真的隔了三個月 有很多再重開啦 那我的朋友很有趣 他是影評人來的 或者叫兼職影評人 他都很期待 可以進到戲院看電影 因為他不進去看 他怎麼寫影評呢 不過你說是不是為了賺錢 是純粹 不過他又不是的 他都是喜歡 欣賞電影的 見他由戲院說 即將可以 重啟之後 嘩 已經整天在說 又說最期待看什麼戲 這件那件那件 希望他看過爆了 好了 講完這個 市面上究竟是怎樣之後呢 我們講一下社運東西 挺有趣的 昨天有 網友 在銅鑼灣 拍到社民連 竟然呢 竟然還弄了個街站出來 當然啦 他們都有遵守 防疫的規例 來這樣擺個街站 我都馬上看看 他有沒有擺個 黑衣兜 即是囚款箱 其實現在來說 應該就不能擺了 或者就算你再擺 警方都會走來問一下你 還記得嗎 當時候 周恆彤 他們的 支聯會 擺過一次出來 很後期的時候 還用紙貼著 讓別人看不出 這是囚款箱 然後呢 警方還問他 這個不准這樣擺的 怎樣怎樣的 不知道要打開 還是什麼 後來 就被拘捕 收起來 現在這班人 沒辦法了 依然出來告訴大家 他還沒屎 看一看他有什麼標語寫 他就寫了那些什麼 要有什麼 失業保障監 有很多人失業 沒那麼刺善 這些人 弱智 區政府 在這段時間 推出了補就業的計劃 之前 一萬元 失業的門檻 已經比起 預期中 低了 再加上 也有電子消費券 雖然說給大家5000元 其實 都是因為要快 幫到大家 所以 要用這樣的形式 用電子消費券 跟回上一次 發放電子消費券的形式 這樣就能夠叫最快 所以 不能夠叫 太現金 不是不行的 可以照做的 慢 你不用嗎 不用 那怎樣都好 他們 說這些東西 都是 兩個字 廢話 三個字 廢什麼話 沒辦法 現在他們這些社運 都難找的 你不能說太激 或者有機會踩到 港區國安法 譚德子 是一個好例子 再者 大家 都想出來消費 想開心一下 你還在怨政府 那樣 彩你有美 那麼久未出來活動過 還想抗爭 你都瘋了 現在出現了一個思潮 不要抗爭了 改變不了 不如去 BNO組家 有些是這樣想 不過 當然 不是人人都 覺得 可以 犧牲 現在自己的生活 而去BNO組家 重新再生活 或者做一些 都不是自己本來預期 可以 想做的事 正所謂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 是不是那麼容易叫做洗底 可以叫做改過自身 或者能不能夠叫做轉身 好搞笑 這個 黑記協 昨天 就用一個 視像形式 召開了一個 特別會員大會 要討論一下 他們的前景 還有去向 現在看勢 好像在賣小強 那些 挺過癮 那個 黑記協主席 陳朗星 大家都知道 他之前在 臘腸做 現在不能做臘腸 不過 現在 去了一間 網媒 那裏做 還看你 肚滿腸肥 大大隻 他有沒有穿黑衣 黑口罩 沒有 改行 轉了 穿白色的T 不過 不是那麼好 有點飛釘 戴了一個 紫色的口罩 不過 掩不到鼻子 這個 牟尼 很多記者在等 他們開完這個 特別大會之後 有什麼說 最搞笑 就是他 那件 衣服 上面印著一個字 Hello 這個變成Hello 星了 當然 之前傳過的 究竟會不會說 解散呢 其實散與不散 都沒有兩樣 不要假裝到 個勢 會打壓 還是怎樣 我都有聽一下這個粉腸 出來對著媒體說什麼 他還說會向這個會員收集一個 書面意見 包括了 要了解一下 會員對於修改 解散門檻的看法 當中一點 你平時收買那麼多會費 遇到 解散之後 經過 還清 所有的 債行之後 是不是把剩餘的資產 平均分 給所有的會員 有這個 表決 陳朗星說 這個會議 氣氛就踴躍 高峰的時候 有90人出席 平均來說 也有85人 在參與 有20人發言 有個記者都問得 挺過癮的 說近日的社會氣氛 記協 究竟 還有存在的 營運空間 哈佬星就說 他個人認為 記協是重要的 希望 日後能夠繼續營運 但是不能夠忽視 過去半年發生的事 所以需要考慮一下風險 有沒有什麼危險 不時會作出一個討論 思考這個問題 他每一日 每一刻 都在想 都在轉變 即是告訴你 隨時會轉 但是強調 記協 在可見的將來 都會繼續 運軸 記住 記協 如果 在現在的情況下 還有什麼 情況 可以作惡 其實 慢慢慢慢 他們自己都回歸 自己本來 應該的 存在 要做的事 當然我們在2019年6月 都看到 他們是偏袒 那些 黑記者 所以我們才叫做黑記協 而且 陳朗聲的政治立場 都無需要再多說 如果以 一個這樣的態度 的人 或者他的政治立場的人 做了這個 記協的主席 整個 記協的風向 大家顯然意見 不過再者 現在 他們那些社運 或者那些抗爭 或者 用來 污衊特區政府 有礙於 港區國安法 以及 這班 這班所謂的繁民友 就像我們剛才提到的 寫文年那些 都收齊了 或者 他們的真身 或者他們 應該說他們的真面目 都被人看穿了 還有什麼好做呢 有什麼好搞呢 或者有些人 甚至乎看得穿 這班人的假面具 那些什麼 民主黨 都半死不活 或者都快 香得了 這個 公民黨 梁家傑 都不做什麼 退休的款 即是他們都沒有跟你說一下退休 拍自己 到處走山 拍照 到處去一下 今天那些花 這裡好美 這裡走公園 變成一個白虎 如果是這樣的 這班人 抗爭精神 或者叫做意志 都瓦解了 不是沒有的 只剩下黃店 還有那些黃媒 不是 自己自行 撿了他 就是 因為 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 凍結了一部分的資金之後 就自己宣布 不做了 不玩了 還有記者那方面 他們自己本身的意志 還有那個 是不是真的那麼勇呢 或者做不做到以前要做的事呢 其實有很多事情他們過去 都可以叫做的 例如那些 日月神報 調查式的採訪 這些 是做得不錯的 只不過他們這班人在2019年 走歪了 所以搞到自己 現在 身陷一個這樣的境地 正如我們經常都說一句 人一黃老就什麼呢 大家自行去填充 雖然他們說到 香港又說什麼要棄城 又說什麼離港 我看到什麼 洞房元宇宙 又說到什麼 絕望港人 又說 好像寫到死無葬生之地 那樣 很好笑 寫得很誇張 八個大字 忽然間 沒有資料 但我看到我覺得 笑了 為什麼呢 他有他說什麼棄城移民 然後 死無葬生之地 我猜應該是想說 有關於 殮房那方面 堆到 撫難 我猜是這樣的 他有他這樣說 那邊商 看到 昨天 大家去了 逛街買東西之外 這些都叫買東西 有一個新盤 開售 在啟德那邊 不幫他賣廣告 因為有些人會追擊我們 又說 地產物 地產物 昨天 就叫做首輪銷售 哇 我看到那個 氣氛 相當之刺激 真是 旺國旺國 一房 折實 最便宜 796萬4千 起 記住是起 即是代表 可能那些 二樓 一樓 或者可能 近住 不是那麼漂亮的位 沒什麼景 看到那些人都重錘出擊 斷千萬斷千萬 逢 剛才都說 一房 都九字頭接近千萬 雖然剛才提到有什麼棄城 移民 又說自己放盤 然後帶錢 英國好過 問一下 真實買家 他說 永遠 都對香港 很有信心 他沒有因為早前 疫情的嚴重 而考慮放棄 這次的置業大計 他說 認為 疫情總會有過去的時候 到時 香港的樓市就好得不得了 這個盤就由 匯德洞 去做 發展商 有些人都說 體驗過他們的 樓宇的質素都不錯 再一次就入市 看到其中一個聲音更厲害 一炮過買了兩個單位 用了差不多 接近3200萬 投資 或者自住 一個是兩房單位 一個是一房 即使證明 仍然 都有人對 香港的前景 是有信心的 那幫人說沒有信心 你要相信那幫人 如果你自己 都是對於 香港是沒有信心的 那你就會跟那幫人想 你自己會去找一些 同樣地都是對香港 沒有信心的人 他們所說的東西 這樣來滿足 或者 令到自己得到 一個叫 認同感 如果怎麼會呢 那麼多人經常去看看 那些人 拍英國的生活 計算一下 我們一家多少口 一年英國的生活成本 是多少 因為你想有這個 想法和準備 你就看這些 看多些 做一個參考 如果你對香港 仍然都是有信心的 你就會看一看 什麼時候會通關 樓市 究竟會怎樣 社會發展方面又有什麼 不同的東西 未來的新一屆政府 究竟又會怎樣 你就會關注香港本身要做的事 或者 你會看看 市道暢旺 人的 消費信心 和經濟活力 都會回來 我們都看到 未來 非 香港本地居民 都能夠 跟香港人同一個條件 來香港的 那馬上的房子 都說爆了 如果真的好像那些洞房元宇 就這樣說的話 那香港真是絲橫遍的 是吧 到處都是 丟掉了 沒有人來 不是這樣的 不要那麼瘋 對於疫情那方面 大家有 大家的開心 政府 有政府繼續的物物做 大家都知道 老人家 長者 那方面 始終都是 在疫情裏面 是最弱的一環 或者 仍然需要改善 真的 離開了的 長者 我們都不希望 他們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但是 無可奈何 在第五波疫情來講 你才去追究 為什麼政府當時不強硬 逼他們打 那時候又說什麼 谷針 不要緊 你說谷針也要照幫他們打 命仔緊要 條命 一 是他自己的 二 如果他住得軟舍的話 他是家人的 他的家人 不會考慮你竟然 自己 的家人都不關心他 要政府 逼你 如果 跟著 好像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再賴回特區政府 為什麼當時 不硬來 都要去 院舍幫他們打 有沒有搞錯 你這樣說 也有 還有 再退一步 院舍方面 他們自己 不會有這些 建議嗎 或者你為什麼自己不去嘗試 去 要求 或者發動什麼 來讓長者 院友 可以去打 這個你不可以 到時候 就屈一個罪名 來推給特區政府 這些 做法是很無賴的 最慘的是 連有些 立法會員都這樣 去 社交平台都說了 這個星期二推出了的 疫苗到戶接種服務的 網上登記平台 和電話熱線 在剛剛好幾天 差不多四天 已經有超過 5400人 登記 完成了 未來 下星期二 外展 醫護團隊 會上門 為已經登記了的 70歲或以上 未接種疫苗的 長者 或者因為疾病 殘疾 而行動不便的人士 接種 呼籲市民 都要按時 接種第3針 和第4針 就最好了 好了 今天的香港早晨時段 暫時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